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新著名家庭的借用士建德国中三年级学生郑心仪成为借用士唯一获奖者 在中小连运打破借用士标枪记录的郑心仪不止体育表现杰出 学业成绩也非常优秀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破碎家庭中长大的她 始终保持乐观的正能量也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起来认识这位爱笑的女孩郑心仪 这是郑心仪在国中二年级参加 借用士中小连运标枪直出43.03公尺 一具打破全市记录的画面 来自新著名家庭的她热爱体育 对于练习重复喊苦 为什么选择标枪 她说因为喜欢标枪飞出去的感觉 陪同郑心仪的奶奶则说郑心仪练习真的很拼 练到身上有伤都不说让她很心疼也感到骄傲 不仅体育表现结出 曾馨仪的学业成绩同样非常优秀 拿下议长奖 更难能可贵的是 曾馨仪还主动号召同学组成田径队 甚至拜托校方寻找体育教练指导 虽然家境清寒却乐观进取 总是带着笑容的真心仪正向态度 也感染了身边的每个人 田径队也是她号召有兴趣的同学一起参加 然后去拜托体育老师找到很好的教练来协助他们 那我觉得比较难能可贵的是 不管她再怎么辛苦 她都很坚持她体育专项的这一条道路 她同时也不会荒废课业 她还是蛮努力的 所以她在这次毕业的时候 也拿到我们学校的毕业生的第二名的议长奖 我觉得这样的消息传来 得到总统教育奖 全校师生都觉得非常开心 很为她骄傲 郑馨仪用惊吓形容自己 开始得知获得总统教育奖的感觉 她也特别感谢师长与奶奶的支持 让她人勇敢追梦 谢谢校长推荐我 然后报名中的教育奖 然后也要谢谢教练 然后组长 然后每次都在我练习的时候 然后给我指导 我要谢谢阿嬷支持我 没有反对我参加这项运动 对于小学妹有这样的表现 作为建德国中毕业校友的 金融市长林又昌 于友荣 并特别赠送奥运金牌郭信淳的新书 勉励振兴仪好还要更好 朝卓越方向迈进 别人付出一分的一个努力 你必须要付出十分 你才能够做到卓越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跟阶段 所以未来他人生的路还非常的长 那不过我非常敬佩他有一点就是他认真积极勇敢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送他这一本书 而且在书上面我也特别提字 勇者无敌 希望他永远用一种勇敢跟积极面对人生的一个态度 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的成功 即将就读金融女中的郑欣怡 以四大体育系为目标 并期许自己在体育项目能不断突破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也期盼 透过郑欣怡的故事 能鼓励与他有相同际遇的学子们 勇敢开创自己的人生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最近来看金融城市博览会活动中 邀请到民众品尝在地的限定料理 购买直售所新鲜的美味 不只推出限定的造型摊车 还贩售当地最新鲜的渔货 渔夫食堂更推出了限定餐点 让顾客来场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 我们好好景idores 像郑梦老五高 直接做起砍 Photon 7 食品 音乐搭上美食 于夫食堂浪漫登场 今年的料理与生态厨师严选在地食材 搭配多元的料理手法 细心打造美味 就是那个气氛非常好 然后食物在这个气氛烘桌之下就更美味了 美味的餐点有一口基隆温沙拉 渔村自由三明治 西班牙小卷海鲜饭 以及黄金蜂蜜石花丼 都是严选基隆在地的特色食材 我就觉得真的是身为基隆人 有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海派 我觉得是太幸福 食物的话也是我们在地的食物 而且我觉得这次很特别 还有领餐人 然后告诉我们在地的这些食物 这个食材怎么做 然后完全都是用在地的食物 真的非常好 在基隆人用心的工作跟补捞之下 今天能透过朝鲜海湾节当中的朝美食 在基隆市城市馆会 呈现出来 而且今年特别的化整为零 成为三天的周末晚上的这样的晚会 让人都来享用 来感受到基隆的美好 特别从山跟海的产品当中 吃到这么浪漫 而且在地 而且美味的食物 相信来参加的人都很享受 那希望每一年 我们都可以来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晚宴在海科馆遗址广场 浪漫登场 柔和灯光加上现场简单的布置 美食和古迹相辉映 让顾客视觉味觉一次满足 我们配合城市馆会 过去的朝美食 那我们在今年 我们把它改成了三海直售所 结合基隆的山珍跟海味 让我们再跟海科馆结合合作 那做一个跨界的整合 在博物馆吃晚餐 这是一个基隆新的体验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 这样子的活动能够日常的举办 成为我们基隆旅游观光产业的新量点 现场还有三海直售所云农产品贩卖 今年的渔夫食堂三海直售所 在美食音乐及灯光的衬托下 让基隆美食疗愈身心 记者王少民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在基隆市妇幼馆举办的 基隆社工表扬活动 由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颁奖表扬15位基隆社工 及9个友好伙伴单位 实在是太欢喜了 就差没有喊出 阿母我中重了 毕竟严峻疫情获得表扬 来自各单位接受表扬的 基隆社工人员和陪同的原单位同事 以及长官都与有荣誉 非常高兴 每年4月2号是社工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原本预定在4月7号举行 基隆社工表扬参序 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在延后一个多月后 6月21号 终于在基隆市妇幼馆举办 由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颁奖表扬15位基隆社工 以及9个友好伙伴单位 向在疫情下坚守岗位 努力工作的所有社工人员致敬 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跟正向的一个循环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大家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而且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多 那传递更多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价值 那大家应该都有去过陈博会吧 有吧 过去时间应该我想大家应该都多少去过 那所以大家应该都看到整个 透过陈博会看到基隆市的改变 对不对 应该都看到改变 这个改变对我讲坦白讲冲击蛮大的 因为你想看看 因为我在基隆从小长大 这个改变事实上是很大的 可是你看看 它才花多少时间 才花七年多而已 好不好 才花七年多而已 所以如果在座的每一个人 如果你们把社工当作置业 把助人专业当作一个置业 你们可以改变的东西 事实上会非常非常的多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陈博会里面呢 我们说眼见唯凭嘛 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嘛 看到基隆的改变 我们眼见唯凭嘛 对不对 英文叫做什么 Seeing is believing 对不对 就你看到所以你相信 我认为我们社工的价值 应该要层次更高 我们是先相信 才会看到 好吗 我们相信能够改变 我们相信很多人会因为我们的 协助因为我们的参与 然后这个城市 然后弱势的人 他们能够变得更好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表示 今年基优社工人员 由评审团队 李选出 活力新秀奖 服务基优奖 以及卓越领导奖 三大奖项 另外还有九个坚定支持 社工人员的友好伙伴 也获得颁奖表扬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65岁以上 的长辈6月20号开始接种 第四季莫德纳疫苗 其中在暖暖区疫苗接种站 依照规划 各里的长辈陆续到场接种疫苗 暖暖区市议员也几乎全都到场服务关心 不过议员们也被许多长辈问到 原本说要发送的500元礼券 怎么就没有人呢 议员们表示会要求市政府解释清楚 暖暖区疫苗接种站打气相当旺 长辈们依序排队进场施打第四季莫德纳疫苗 不过更有许多长辈直接问 亲自到现场服务提供矿泉水 给长辈解渴的市议员林敏勋 以及提供折叠善给长辈三粮的市议员联恩典 原本市政府说好的要发送的500元礼券 怎么没有了呢 怎么信任嘛 你的公告也不是不是说 只是口头说 你还是正式公告 是 广传耶 你传到最后你看大家都 都杀眼 干瞪眼 那样呢 你代表我们再继续来 你不要说为了 你要冲这个死打力 你就用这种骗老百姓 那我们老百姓何估啊 市议员王醒之则因为确诊居隔中 派研究员到现场协助服务 而对于许多民众质疑 市政府没有发送500元礼券 变成加送快筛剂的问题 议员表示 应该是中央的问题 但是会在市议会召开会议时 要求市政府解释清楚 打了至少有怕有保护 那我想这个尽量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都能够顺利平安度过 那虽然呢 我们这次的市政府 有这个500块的问题 我想我们长者也多包含 这个上面的大概 这个钱就没有设计的很好 然后跟我们讲的太快 那我想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那至于这些小季节 请我们这些的民众 也能够多包含 敏薰在这几天的现场的观察 在服务长辈的这个情况之下 有观察到也有很多民众 有个民众表示说 那原本就是有 我们来施打 为了鼓励长辈来施打疫苗 其实是有赠送这个500块的礼券 跟四季的快拆四季 那为什么在现场只有8剂快拆四季 就有点觉得 怎么跟市长在脸书上宣布的不太一样 那这边情况之下 我们去了解情况之后 那得到的回复是说 原本这个 原本是中央 我们有鼓励 为了鼓励民众施打疫苗 他有准备了500块 加两剂的快拆四季 那市政府市长这边再加码两剂 所以总共是500块加四季 这是最原先的一个 鼓励施打的一个政策 那后续是因为这个中央这边 说500块这边 他们的预算经费不够 所以他们及时收回 这变成是说 只有原本的500块改成四季的快拆四季 那就是变成是说 总共在现场会提供8个快拆四季 那其实很多民众是 有一些疑惑跟一些可能不谅解 那在这边还是要解释给民众听 我们去了解得到的情况是这样 那当然这个我们在之后的这个议会里面 我们也会询问市政府跟卫生局 说为什么明明就是中央规定在 六月底以前 只要完成65岁以上长辈施打 鼓励这个鼓励的政策 都应该要有500块的礼券 甚至我们桃源市政府 还有700块的礼券 那但是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会突然踩刹车 然后变成是快拆四季 这个我们会在下一次的会期 我会提出来 帮我们的民众来做这个询问这个动作 市议员进一步表示 确实有不少长辈是冲着可以领500元礼券 而来加打第四季莫德纳疫苗 以暖暖区疫苗接种站的记录来看 在暖暖区卫生所主任医师 吴美慧以及暖暖区公所区长 蔡春棠带领卫生所和区公所人员 联合服务下 第一天打气最旺 高达八九成符合资格的长辈 来接种站施打疫苗 第二及第三天之后 打气就变得比较弱 不过暖暖区长蔡春棠和市议员李敏勋 以及联恩典还是安抚有疑虑的长辈们 接种疫苗可以抵抗新冠肺炎 健康最重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争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录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争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寺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香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督众 当您家中监视器无法收拾 这时请先将数据机后方的电源线拔下5秒后再接上 接着等待5分钟 让数据机灯号及讯号稳定 并到本公司官网进行网络测速 确认网络速度是否正常 网络速度确认正常后 请确认您的监视器设备是否能正常启动 或联络您的监视器厂商 确认设备是否有异常 如果您近期有更换数据机或监视器设备 请先到官网 重新绑定固定IP新设备 若障碍仍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络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 大家换中加宽评吧 中加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一只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加宽评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由当你来看 既用市议员吕美玲 结合民间友人 及港督姐妹会 送出了N95医疗口罩 及快筛试剂 希望能够帮助三种 金融分院第一线的人员 他们每日所需的医疗物资 舒缓物资需求的压力 一箱一箱的防疫物资送到三种金融分院办公室 全都要捐给医护人员 在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医护人员还有公民众还有议员和姐妹们都很辛苦啦 我觉得我们医护人员有你们的支持跟赞助的话 我们能够发挥最大的心力 虽然北部的疫情降温 但医院的快筛口罩需求量大 金融市议员吕美玲 结合了民间友人和港督姐妹协会 共同集资 购买了800剂的快筛 和900个N95口罩 希望能够发挥及时语 因为有那个民间友人呢 他们有赞助一批这个快筛剂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港督姐妹会 也筹资来买这个N95的口罩 那非常感谢这些爱心人士 那我们能代表来做捐赠的动作 希望对我们现在目前 这个医务非常繁重的医护人员 能够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都能够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前一波的疫情让医护人员忙翻了 除了快速通道确诊门诊 还要帮洗肾病患服务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有开 所谓的快速通道 还有儿童 一些快山痒的病患 目前我们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天的话 除了一般门诊之后 还有快速通道可以来 对于这些确诊病人 给口服的抗病毒药 或是一些普拉腾之类的消炎止痛药 这都怎么办 但这两个通道还有我们一些病患 甚至我们现在洗肾室 对于有确诊病人也可以做洗肾的动作 然后方式可以对确诊病人也可以做 一些X瓜电脑断层的检验 其实这些我们医护人员 检验室的病 检验室的检验员都需要这个N9口 然后其实真的是很感谢 尽管现在疫情趋缓 但医护人员的压力从来都没有降低过 议员员吕美玲送上防疫物资 希望做医护人员最强的后盾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受到齐柏林看见台湾影片的启发 基隆一名大学生林允泽 从五年前就开始背着相机 上身下海的拍片基隆 用各种角度记录家乡的美好与转变 截日起到7月20后 在东岸商场建书店 举办以影带眼摄影各展 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在年轻摄影师 眼中的美丽基隆 上操作空白机协助记录云苗放流活动 基隆新生代的摄影家林允泽 从五年前就开始上山下海 背着相机跑遍基隆 立志要将家乡的美与转变记录下来 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想法 和知名的已故导演齐柏林有关 齐柏林的探见台湾 让我们其实感触很深 对 那他记录了他的家乡台湾 那我同样的用摄影的角度 去记录我的家乡基隆 五年的拍摄过程中 遇到无数的人事物 让林允泽想要与市民分享 他眼中的基隆 因此开办了首次个人摄影展 并展出13张照片 包含无人的大五人沙滩 或桂轮进入的基隆港 从外海向跨海景观桥 远眺九份黄金三层的夜景等 其中这一张在明德大楼拍摄的照片 色调阴沉却是林允泽的最爱 小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长辈 长辈的朋友们 其实也都住在这边 那后来 《亲爱的房客电影》上映之后 其实有一幕 他也是在这边拍摄的 所以勾起了基隆人很多的回忆 那也勾起了我自己很多的回忆 那也因为疫情期间 刚好看到 有零星的三居养的住户 在自己家门口聊天 那也勾起了说 其实我们以前也会常常来这边 找被聊天的那个情景 还有两张特写港区上空的黑暈照片 不过林允泽在和平岛空拍时 空拍机曾两度受到老鹰袭击 让他印象最为深刻 在这五年拍摄的期间 其实我们遇过很多人 很多事 对 那像是我们曾经在19年的老鹰江年华中 曾经一度被 一度的空拍机 被老鹰抓走的这件事情 反正大家都还知道 对 那这其实呢 也是一个trouble 那也是一直我们在记忆游行中的一个事件 因为喜欢海 林允泽的作品大多与海有关 且有不少是夜间取景 让外线市民众有机会欣赏到 不同样貌的基隆之美 觉得蛮漂亮的啦 对就是像是 因为其实我对照片没有算太多的研究 可是就是会觉得蛮可以表达基隆这个城市的特色的 对就是平常在就是这些照片都是我平常在桃源看不到的景色 对所以算是会让我对这个地方蛮有好印象的 还在大学就读的林允泽强调 开个展除了希望让外界重新看见基隆这座山海城市外 以期盼能与喜爱摄影的同好交流切磋 想要了解这位新生代摄影家眼中的基隆有多美 可千万别错过这一场在东岸商场建书店的精彩摄影展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居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居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KKBOX 是您听音乐的好朋友 每天享受千万首正版好音乐 你可以从机上和Apps 页面找到KKBOX 或是透过您的行动装置 下载安装 首先我们来到HomePlus TV 找到Apps页面 并点选KKBOX Icon 下载安装KKBOX之后 进入KKBOX App 在KKBOX的设定 选择立即升级 在你想要订阅方案 点选立即订阅 然后确认服务订阅说明 输入个人认证码之后 就能成功订阅KKBOX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KKBOX 享受完整服务 您可以通过电视上的KKBOX中的 账号配对服务 在行动中置上的KKBOX App 聆听喜爱的歌曲音乐 开启KKBOX 进入设定 选择账号 在账号资讯页 选择配对KKBOX账号 依照指示进行账号配对后 在这里选择登入 就能成功配对了 如果障碍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呢 不能这样 不要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飆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怎么叫 有追据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飆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